曾经有一个人,他是诗仙李白的偶像 这个人创作的五言诗对唐氏的发展影响很大 特别是王伟、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 从他的诗中汲取了不少的营养 他就是南北朝的英坑 英坑大约出生在公元510年 祖籍是甘肃的武威 后来因为时局动荡 他的祖先就南迁到了李州座堂 也就是现在的安乡境内 殷氏一脉南迁后的第四代才有了英坑 英坑聪明过人 五岁时一天背个上千句的诗词跟好玩一样 在他青少年时期学习了许多历史文化 尤其是非常擅长创作五言律师 历史间名声大噪 后来就被提拔到了朝廷做官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成了皇帝的顾问 英坑虽然才名远扬 但是为人谦和德行很好 无论贫富贵贱都能以礼相待 有一次寒冬与友人在外共饮的时候 英坑体恤真酒人的辛苦 居然赠酒给真酒人喝 这个举动在社会阶层分明的古代 可是会被人嘲笑的 石胜杜福对英坑的评价也很高 他说脱学英和苦用心 并且在送给李白的诗中也说到 李好友家具往往似英坑 足以可见英坑诗的风格 对唐朝诗歌的影响 他创作的山水诗 在中国诗歌史上 也赢得了独树一帜的美誉 著名视频家李元洛曾经说过 无论什么领域 美得成功的首创都是可贵的 尤其是诗这一重上创作的国土 我想洞庭湖最应该铭记的 除了屈原就应该是英坑的名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